杨云峰在这个同时 因为跟贝玉民在大阪合作的愉快经验 那么后来贝玉民受了这一个 有一个叫做董浩云 董浩云就是董正华的爸爸 董建华的爸爸 董浩云是亚洲的船王 东方船王 那么有一艘船 后来烧毁了在太平洋 这一艘船叫做伊丽莎白女王 她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也对伊丽莎白女王表示敬意 就在洛克菲洛广场 盖了一座东方航运巨楼 这个大厦的前面需要一个艺术作品 伊丽莎白女王认为 那就应该放英国艺术家 亨利摩尔的作品 但是贝玉民坚持要 台湾的杨云峰 杨云峰去了几次之后 把它设计成一个正方形跟圆形的作品 取名叫东西门 其实它就是一张纸 来折了之后把圆形搭出来 非常简单的意念 但是这个意念里头呈现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象征 也就是圆代表东方的文化的圆容 而方就是代表西方圆化的规矩 东西如果能够合一 那就是一种完美 所以这个非常好 但是这个门同时也叫EQ门 E就是正方形 Q是圆形 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代号 所以这件作品做完之后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也很高兴 你们现在到洛克菲勒库 还可以看到这件作品 非常高大 有将近你看 这个400层700层500 这个将近一层 一层楼到两层楼高 那陈大校园也有一间比较小的 杨寅峰从这个时候 开启了这种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雕刻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会反光 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干扰 杨寅峰却把它当成是一种好的 跟环境的融合 这件作品就在你们 这个大门一出去 就看到这一间月明 杨寅峰这种 把不锈钢造成的 一种叫做宇宙的思考 这个里面 包括这个分合随缘 是因为在1984年前后 82年8384这间 他的母亲 还有从大陆来之外 他所钟爱的女儿 忽然说要出家了 就是我们的八师傅 他觉得生命之间的一种 分合随缘 做了这件作品 而也有一件竹简 就在你们的校园有一件竹简 那么有这个银河之里 当中有一条好像绳子 一条面条的样子 这一件作品就是后来非常重要 1984年的回代太初 这件作品在最近被中央研究院 选为他们一个叫做温室 一个园区的一个公共艺术 那么我特别也去跟他们做解释 他们看到买了一条面条 放在这边干什么 我跟各位讲 什么叫做面条 这一个形状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的变形 这是故宫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文字里面 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理学院 有工学院没有 你们有没有工学院 工学院的工啊 工学院的工 工是什么 工只要写个偏旁你就认识了 红啊 红是什么 一条两头吸水的蛇啊 原来一条两头吸水的蛇 是原始的人类崇拜的象征 当大地下雨之后 人类一方面害怕洪水的来临 二方面担心天上没有水了 就即将要干旱了 一条两头吸水的蛇 把水重新吸回天上 叫红析现象 人类开始崇拜这条蛇 所以这个就是一条两头蛇 你看有两个头 这个中国古代叫做黄 后来为什么叫黄帝 黄帝就从这个来的 那么这个东西 你看两头蛇 这边一个头这边一个头 变成一个醍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条两头蛇 肚子大一点 这个字就是王 不错 你学过甲骨文吗 这是甲骨文里面的 如果这条蛇 两条蛇传在一起 这个字断裂之后 就是巫师的巫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中国古代这种两条蛇 缠绕在一起的 一直到东汉的薄化 里面都还存在 这个东西就是龙的原型 所以叫太初 而太初也就是 像个阿法一样 上帝说 我是阿法 我是奥美加 我是太初 所以太初有道 道就是上帝 这个概念 东西一致 其实就是太极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杨英峰 把这些中国传统的东西 变成一个现代的科技 而且把这个东西 不断的繁衍 这个当中有工艺技术上的困难 也有意念上的深奥 之后再加上了雷射 他也是中华民国雷射科技 委员会的创始人 跟当时的毛高文等人 那么他理想中 把这个做科学的应用之外 也要做艺术的应用 用雷射的方式切割之外 把雷射加入了 后来的这种景观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杨英峰一生 作品不断的改变 从我们早期看到的这一些雕刻 一直到这一些不锈钢的东西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来为大家解释 但是到了生命的最终的 即将结束 缘会论生 因为一个因缘当中 我们来加会所有的小孩子 学子们 你看得到实体的 都是虚的反射的景 你看到实景的 都是虚的穿透的空间 在虚实之间 形成一个巨大的变化 甚至在他的故乡宜兰 变成一个巨大的景观 杨英峰是台湾近代雕缩史上 从古典写实进入自然写实 从实体雕刻 变成虚的雕刻的 一个重要的艺术家 他也是第一个 公共艺术的实践者 景观艺术的实践者 他把自然引进雕缩 也把台湾的文化产业 最早的落实 在现代版画的创作上 他运用了甘蔗之外 也将裸体的模特儿 那么这个 成为台湾重要的一个先驱者 这些美术设计也好 这些科技也好 我们可以说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一个纯物质的制造 而是背后 有这些非常深厚的意念 今天让大家 对这个艺术家 有一些粗浅的认识 我们也期待 大家透过 交通大学的艺文中心 以及杨英峰艺术中心 能够对这个艺术家 有更多的认识 他超越宗教 那么一生教学不见 他对他的学生的照顾 那么作品的广 那么我相信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是台湾的文化之宝 和他的三十卷的前级 在他的家族 尤其基金会董事长 在巴师傅的推动之下 也成为 整个华人地区 最重要的资产 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